金融市长林佑昌特别向到 基隆港邮轮转运中心施打站施打疫苗的 金融市国小级妇幼教职员表示感谢 在公费疫苗预约施打上线后 金融市政府方面持续推动原定的 专案疫苗施打计划 其中全市国小级妇幼教职员 安排在号称五星级的施打站施打疫苗 老师们也很开心能在开学前完成接种 保护自己及学生安全 我觉得跟预期的时间差不多 如果说能够两季都能够达到的话 当然是最完美 对对 不过这样已经很 跟一般民众来比的话 我觉得这样我们已经很幸福也很感恩了 是比预期中的早 对就觉得有在开学前完成 就觉得算快了 对对对至少对学生什么的都比较有保障 时间上还可以啊 因为在开学前的话都还可以 MBB想象中的还要跨也轻松 另外包括卡玛丁渔市场 仁爱市场二楼 爱斯路夜市 基隆庙口 道伦黄昏市场及安乐市场 则在仁爱缺工所六楼进行疫苗接种 加上国小教职员与精神及呼吸照护病患 总计4981人 预计在7月21号全部完成疫苗接种 7月的19号20号我们密集施打 基隆市的工友市场 批发市场 以及庙口夜市 爱市路夜市等等的大型市场 那预计在这两天我们就可以完成所有市场摊伤的疫苗施打 那在这几天我们会针对老师的部分大概2200多位 另外摊伤的部分也是1000多位 然后另外这个还有刚刚在讲的呼吸道跟精神的病患 大概有700多位 所以我们持续的来这个双轨的进行 希望的就是能够把我们基隆市的疫苗的一个施打率 把它快速的一个提升 由于近期全国疫情趋缓 基隆市更已经连续7天零确诊 刘昌表示基隆市政府已经针对7月26号降级后 拟定相关措施 希望协助市民紧述回归正常生活 那我们希望整个疫情能够顺利的在7月26号 三级降二级 然后逐步的恢复正常的一个生活 那市政府这边我们也会是疫情的一个状况 还有中央的一个指引 然后会在7月26号之前 我们也已经研溢了相关的这个逐步的来进行 这个让大家正常回复生活的这些措施 所以我们会陆续看疫情的一个状况 来跟大家做宣布 牛昌也再次呼吁市民 踊跃到公费疫苗预约平台登记施打疫苗 扩大基隆疫苗覆盖率提升整体保护力 记者张旗腾基隆报道